今天还是来看苹果X系列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用手机录视频的话 可以看到这都有 横的条纹在闪动的 这种就是原屏 然后昨天没有讲到是 有人评论说 手机是红的是老化 这屏幕红不是老化 老化是有硬那些 它这个红是用手机拍的时候 才看到是红的 然后正常看的话都是正常的 然后把亮度调起来 它这个就不会有横条纹出来了 然后大家要看的话可以把 把亮度调到最低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条纹在动的 就是圆屏 然后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侧面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三个侧面 圆屏都是圆润没有突出的 圆润没有突出 这一招就可以识别出来了 好看一下今天的手机 这是两个苹果 都是256g的 好这是无锁的 然后这是黑解的 像无锁黑解 差价差不多200块钱 差价不大 建议直接买无锁算了 好 这个是一个查识摆设的重新 OK可以看到这边框 像这个边框氧化的很严重 都是很打磨掉的 像这个 现在重新是怎么定义的市场 它就是后玻璃很亮 然后 屏幕基本没有划痕 然后都是定义重新了 然后边框可以自己去打 然后大家有个误解 就是说以为重新 它电池效率就很高 先把它调亮一点 不要有那些调文 OK看一下我这个重新 拿得非常贵的 然后比亮机要再贵100块 可以看到它寿命只有84 所以说重新机不是效率高 就是重新机 它重新只是说 外观是可以重新 就是外观比亮机更亮 所以才叫重新机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亮机 黑色的话冰框不会氧化 然后黑色看起来就很亮 这个也是亮机 可以看一下 然后 XS和XSMUS就是大小区别 这是5.8寸的 这是6.5寸的 然后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单手拿的话就有点大 这个单手拿就还可以 就挺顺手的 小小子挺顺手的 还有一个这个小SE 然后5锁64G 599元 然后它要换个电池 就买了 等一下换一下电池 备用机 备用机 这个就小支了 这个3.5寸 这个5.8寸 就差了一点点 苹果小屏还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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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